我們再來看看 你有了信箱的功能以後 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你覺得信箱可以 郵件可以幫你解決所有事情嗎 不行 郵件通常就是一些資料 事情交代而已 可是後續要不要做追蹤管理 要齁 所以你可以 結合他的所謂的工作表 日曆跟 事實上雲章命也可以 對不對 你可以整合這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先用一下 你有沒有用過Google裡面的工作表 唉唷 請問感覺如何 這邊好像每天要做工作都可以打 對對對 其實有點像你的筆記本一樣 那他事實上還可以做分門別類 分門別類 那我們來看一下標準的 比較標準的 在一般郵件裡面 你可能會看到的 那 印象呢 它並沒有打開 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它有翻轉工具 平常到這邊大家都只用到這裡 通訊率就不用講了 因為那個大家都會 我們來這個 工作表 工作表這邊呢 你把它打開 唉 右手邊 正常來講應該在右下角 就會出現 有沒有 這邊就有 有那個 工作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 如果今天有需要的 天的記事 你就直接打進來 這個沒有什麼了不起 跟隨便利貼一樣而已 對不對 可是這樣有什麼好 平常呢 你當然可以這樣用 但是如果是每一封信 比如說你看喔 這封信很重要對不對 好 我就直接錯過這裡 有沒有 新增入工作表 已經在自己打了啦 這樣多累 對不對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麼 因為這個是有郵件內容 所以 你看下面這邊 有沒有 相關的什麼 電子郵件 他自動就把你的標題 是抓進來 你可以打喔 因為有個人標題 笑得不太好嘛 很重要 呵呵 那你不知道什麼事情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 標題改成你覺得 看起來比較順眼的 然後呢 如果我要看到底是什麼事情 相關的電子 點下去 他就把那封信打開 但是快一點 然後呢 如果這個是有處理期限的 怎麼辦 旁邊按一下 有沒有 到底是 這個什麼事情 之前該處理 因為大家現在事情都很多 難免會怎麼樣 忘記對不對 有時候可能就不小心忘記了 所以 你可以把那個 到期日把它勾起來 他就會在這提醒 你只要這樣做好就好了 就 反回 有沒有發現下面就會有到期日 等到時間到的時候 他會跳一個訊息告訴你 那個 什麼事情 要做了 有沒有發現這樣 結合 其實有點就是結合那個 我們講的行事例的 好 那在管理上 就相對比較容易 比較容易一點 以前可能 不會特別想這樣做對不對 但是你不要忘記了 病例貼 貼久了 也會怎樣 有很多 所以我會忙出來 所以呢 有幾種方式可以做 第一個 做完的打個勾 表示做完的 但是要做一件事情 從這邊 所以你可以清除已經完成了工作 就是已經有勾了 它就清掉了 但是你不用擔心說 那個會不會就消失 因為事實上 它從這邊還可以再打開 找回到以前的 找到以前了 所以這個還好 那 外面你真的 就很多了 怎麼辦 其實你可以從這邊 你看這裡 呃 這裡有一個叫做 新增資料夾 我看一下 從這 新增清單這個 把你從這個地方 按一下 新增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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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子的話呢 你可以給他一個 比如說這是什麼工作的 好 解說工作好 按確定 有沒有發現 又一個新的出來 那你可以從這邊做切換 有沒有發現 現在有兩個 預設進來是只有一個 那如果你比較多的 你就可以把它分成兩個 也像是跟人別類一樣 所以當今天你切到這個清單的時候 像我們剛剛講的 如果是這個郵件 你就可以從這邊 新增到工作表 再新增到 現在你所看到的 這個 這個裡面 那要命我剛剛已經新增了怎麼辦 我剛剛已經新增在這裡嗎 對不對 你搬動 你看 點愛他 告訴他我要移到哪一個清單 移過去就好了 好 這樣就可以移過去了 所以你看這邊沒有了 可是在哪裡 在這邊有 有沒有 這樣應該會 大概那個意思 那一樣 下面看我的畫面 的路話 好 這個 這個我就先 到這邊